今天清明放假在家 风含大 明干孩子出去玩 在家给他做一个 好吃又卫生的蜂蜜小面包 下面看看我是怎样制作的 这是我准备的400克的面粉 200克的清水 40克的白糖 50克的蜂蜜 20克的黄油 5克的酵母 40克的油 还有一个鸡蛋 首先我们先把鸡蛋打入 倒入清水 放入白糖 蜂蜜 油 酵母 再放上4克的盐 搅拌均匀 活成面团就可以了 这个面团已经要时间的楼 楼制发膜 在楼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加入少量的干面粉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让它醒至2.5倍大就可以了 面团 面团发质这样就可以了 那面我们就活成长条 弄成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剂子 我们来炉一下面团 用擀面杖擀成椭圆形 然后折一下 再擀 然后我们卷一下 这样卷好了之后 从中间切开 这样就可以了 烤盘里我们刷点油 多刷一点 多刷上点油 我们做好的小面包 蘸一下这里面是糖干面还有芝麻 放到烤盘里 我们洗一下 我们洗一下 洗至两倍大就可以了 放烤箱了 洗好之后我们刷上一点蜂蜜水 蜂蜜干水的比例是1比1 一勺的蜂蜜一勺的水 这样特别的酥脆 撒好点芝麻 这样就可以了 放到烤箱里面去 我们调至180度上下火 先调15分钟 烤15分钟之后 我们再刷上点蜂蜜水 再放上烤15分钟 然后我们再调至下火 下火 然后再让它烤上5分钟 这样就是格外的焦 格外的酥 可以了 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松软 该卖的一个样 我埋的蜂蜜小面包就做好了 喜欢吃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